您好 欢迎收看1月20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肖家慧 农历春节将近圣州养护中心 20号举行联欢餐会 基于防疫优先的原则 今年首度取消家属到院围炉 改以电话视讯互动 县长饶村林也特别到场同欢 慰问工作人员 同时送上春节礼金 期盼愿民开心过好年 一起在台东 半活过新年 又到寒冬岁末家家户户准备欢度春节 然而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社福机构采取防疫优先原则 盛修养护中心20号缩小规模 举办春节联欢餐会 百位住民围着圆桌享用餐点 欣赏精彩表演 享受围炉团聚的美好时光 非常高兴 今年到了还有这个年年尾的一个餐会 让我们的住民虽然没有办法回到家里面去 跟家人的团聚 但是也让他们在圣修有这种围炉的气氛 搁置手机电脑荧幕露出喜悦笑容 疫情之下的农历年 机构住民与家属基于防疫规定 想见却无法实地探视 院方贴心安排视讯会面 互相传递关怀 一解相似之苦 透过视信跟家属可以碰面 也可以看到他嘛 所以他们心里会觉得很好 生日快乐 这几年我们看到生修的活力 那今年呢带来一些小小的礼物 除了金额食品之外 当然我觉得我亲自来感谢各位工作人员的付出 是我能够对大家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回顾国内疫情爆发以来 台东县内生长老人儿少福利等社服机构 全力做好防疫工作 服务不间断 为感谢工作人员长期照顾的辛劳 县长饶志宁特地前往慰问 致政春节礼金和物资 期盼愿民开心过好年 见识相交会台东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